大家好 我是千峰UI展示老王 咱们今天学一下这个关于这个还是移动的一个问题 还移动一个问题之前咱们说过啊 之前咱们说过在AE里面这个图形的移动 是不是咱们通过关键帧还有位置移动角K了 对吧 然后咱们打开AE咱们看一下 打开AE看一下 看周恩 新建一个 然后确定在这个位置上 在这位置上是不是咱们新建了一个画板 对不对 新建了一个合成 在这个位置里边我画一个圆形 画一个圆形 那么现在呢 我给圆形把这填充给它变回来 填充变回来 咱们填充还是零了 现在出现了一个白色的 白色的圆形 咱们之前做这个移动的时候 是不是按一下块键扁角K了 关键帧的位置 关键扁 然后在一开始的位置上打一个关键帧 对不对 一开始就要打一个关键帧 然后咱们移动时间轴 移动时间轴 然后再拖着一下位置 是不是这个东西可以移动了 对不对 就可以移动了 是吗 OK 那么现在呢也有一个新的问题 咱们在移动的工程中看到了一条线 看到一条这个虚线 是不是看到一些虚线 然后这个虚线是可调的吗 咱们动一下 是不是我拖出来这个手柄的位置 它是可调的 然后咱们看它移动规律 是不是小球也是按照这个曲线的移动规律来做的 对不对 也来做的 所以说咱们在做的时候一定要确定 如果说想它直着动 那么后边我就不会让它弯着动 对吧 咱们今天就看一下这个东西该如何去做 该如何去做 然后在这个位置上 是不是咱们做了一个曲线了 然后这里面是不是还可以再添加其他的锚点呢 咱们用咱们的钢笔工具试一下 因为咱们添加锚点 是不是就钢笔工具 钢笔工具 然后出现一个加号 OK 出现了一个加号了 那么现在是不是咱们就可以画出锚点来了 对不对 可以画出锚点了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球按照这个规律去移动了 对吧 好 OK 通过咱们今天这个一个小的一个小知识点 咱们去把今天的这个作业完成啊 今天作业完成 在这个里面是不是有一个这个地图 一个地图 那么现在我就要让这个小球按照地图的这个形式去走啊 地图小时去走 那咱们看一下我在里边画一个小球啊 画一个小球 好 OK 出现一个小球了 然后把这个填充给它变回来 填充变回来 还是变成100% 让它变成一个蓝色 吸取一个蓝色 蓝色有点浅变深一点 好 OK 现在呢 是不是咱们就构建完成一个小球了 构建完成小球 然后我要把这个锚点的位置 给它挪到小球的这个中央上啊 写的中央上 以至于后边咱们去动这个路径线的时候 它会更好一点 然后我在这个位置给它打一关键针啊 打上一关键针 肯定是位置移动 打一关键针P啊 关键针一开始在这个位置打一关键针 然后我们在第4秒的时候啊 第4秒的时候挪到哪 是不是挪到这个最后方 挪到最后方啊 所以说我直接的 是不是就可以给它进行移动了 然后它有一条线 对不对 有条线 然后看看这个最终点在哪 好 最终点是不是在这块 在这块啊 好 OK 那么现在呢 我需要干什么 是不是需要把所有的点加在路径线里面 所有点加在路径线里面 所以就利用咱们的这个钢笔工具啊 利用咱们的钢笔工具 然后往上加猫点啊 加猫点一个点 然后咱们加完猫点工具之后 是不是咱们还要利用转换顶点的工具 然后给它转回一个这个尖的 对不对 转回一个尖的 然后把这个东西是不是给挪过来 把这个位置挪过来啊 然后其他的点也是一样的 其他点是一样的 同样的也是啊 也是 在这个位置添加猫点啊 添加猫点 然后再把这个点变成这个直的 然后利用咱们的v工具键啊 工具键v 然后给它拽下来 是不是现在就变成一个直线了 然后同样的啊 同样的还是把这个东西再加猫点啊 再加猫点 然后再转换点还是v键给它挪回来 挪回来 然后这块有一个小的 然后咱们就可以把这个再加猫点 然后 这个 再把它这个转化成直线啊 转换直线 然后再给它用v键给它挪上来 是不是这就是一条运动的一个路径了 运动的一条路径了啊 然后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是不是他有又一个折点了 有一个折点 那么在这个位置上还需要加一个关键帧 然后转换点 然后v键挪下来 在这个位置还需要它是一个曲线的 它是一个曲线的 那么现在我就加一个点 然后利用咱们的v键挪上来 然后转换点工具 它是一个曲线 那么我就给它变成曲线就ok了 那么在这块是不是还有点 在这块还有点 同样的啊 同样的加点变成直线 然后拽下来 是不是现在就有了另外一条线了 另外一条路径线 然后再接着往里加点啊 再接着往加点 它就是一个加点与这个删点的一个过程了啊 ok 然后同样的再往里面加点啊 再往里面加点 然后再转回直点 然后往回 然后再往后啊 再往后加点 加一点 转成直的 然后v再拽 好ok 然后这块是不是一个偏曲线的东西了 那么现在我就给它加一个锚点 然后利用v键拽下来 然后这个点是直的 这个点直的 转回直的 好 中间这个位置加一个点啊 加个点 然后利用v键给它稍微的拽一下 然后转后为这个曲线 ok 然后底下同样的还是加点与删点的过程 比如说加点 然后转回直的 然后v 然后再过来 然后在这个里面 同样的再需要加点啊 重复重复再重复的一个动作啊 重复重复再重复的一个动作 然后加点 变直 然后拽过来 然后再加点 再变直 再拽过来 这个点再动一下 ok 然后剩下的再往里加点 然后变成一个直线 这个也可以再加个点啊 这个可以再加个点 然后它曲线就曲线啊 曲线就曲线 然后拽一下 分位置 ok ok 然后剩下的再往里面去加点啊 再往里面去加点 哎呦 没有选中那个那个球了啊 把球再选中一下 然后继续再往里加点 这加一个点就ok了 然后v给它挪过来啊 挪过来 做一个曲线的一个运动 好 ok 基本上在这个位置就差不多了 咱们看下小球的运动 是不是按照这个咱们所预定的这个东西在动 对不对 按照咱们所预定的这个曲线 这个路径在走啊 但是在走的过程当中呢 咱们还要学习一个新的知识 叫做这个循环啊 叫做循环表达式啊 循环表达式 在这个里面同样 它有位置的移动 是不是还有透明度的一个变化 或者说缩放的一个变化 所以说咱们把透明度跟缩放拿出来 一个s 一个 r 啊 对不对 啊 旋转 呃缩放 透明度是t啊 t 然后旋转不用啊 旋转不用 然后咱们把缩放去做一下 缩放 咱们一开始定义为100% 对不对 100% 那么我让它 直接的缩放啊 直接的缩放 然后让它缩放到150% 缩放 150 然后在缩放的过程当中呢 是不是同样还应该有不透明度的变化 不透明度的变化 然后给它变换到50%吧 50%啊 现在就有了一个这个变化了 如果说咱们从头做到尾 这个东西会非常的麻烦 会非常的麻烦 那么咱们现在就要加入表达式 在加入表达式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一个快捷键啊 按住out键 然后点击这个描表啊 按住out键 然后点击描表 咱们把表达式打开啊 表达式打开 这是一个循环表达式 Ctrl C 复制过来就行了 Ctrl C 然后在这个里面Ctrl V 然后同样的 不透明度这块 也要加入表达式 然后Ctrl V 就OK了 然后咱们预览一下现在的效果 预览一下现在的效果 咱们看看它到底能不能继续循环下去啊 是不是它在逐渐的循环 然后现在是走的有点快啊 是不是它在最后还在循环 循环的一个这个状态啊 所以说咱们要干什么 咱们要干什么 我现在要把时间拉长啊 我要把时间拉长 比如说第一个这个位置的P 位置的P 我需要干什么呀 是不是里面定义了很多很多的关键帧了 对不对 很多很多关键帧了 然后如果说咱们想让它移动的稍微慢一点 是不是咱们只需要把关键帧的位置给它动了就行了 关键帧的位置给移动一下就行了啊 或者说咱们把时间给它延长 到最后一帧的时候时间延长 然后延长之后 咱们再做这个整体的一个移动啊 整体的一个移动 好OK 咱们这个路径的一个行走啊 路径的一个行走就讲到这块啊 咱们看一下效果是不是它在一开始的时候变成一个圆形 然后逐渐的再放大 是不是再缩小 再放大 再缩小 然后还有不同的一个变化 对不对 然后跟呼吸灯的感觉是一样的啊 跟呼吸灯的感觉是一样的 所以说咱们这个里面主要就是对这个循环表达式的一个应用 还有这个关于路径的一个调节 好 今天的案例就到这块 祝大家工作深练 学业有成